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介绍波瓦松母体参数的区间的估计方法 波瓦松分配母体的估计的话是怎么做呢 假设X1到XN是抽自于波瓦松母体 那这个母体参数叫做Landa的话 那么这一组随机样本 而且我们肯定的说 这个N假设是一个大样本 大30以上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Landa 它的信赖区间是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形式 这是左边 这是右边 波瓦松分配 它的信赖区间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形式 那么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后面可以解说 首先我们知道说 X bar 这个平均数 基本上 就是平均数 这是母体参数 它的估计值就是X bar 那现在 当N超过30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这是大样本 那么根据这是什么 CLT是什么意思 中央 极限定理 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这个X bar 这个抽样分配 它就会服从这个叫做什么呢 Normal 而且它的这个母体参数 Landa就是什么 就是μ 这是什么呢 这是变异数 变异数 它会缩 缩到什么 N倍 原来的变异数是Landa 那么它的抽样分配 就要除以N 那么 这是Z 我们用什么呢 用这个常态分配 把它转换一下 变成了标准的常态分配 Z就是X bar 减掉μ μ 我们取的是Landa 除以S除以根号N 这个地方来说 就是直接就是 它的抽样分配的变异数 那么我们这边 开一个平方根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物 好 那现在我们的信贷区间 根据过去的 这个做法 就是直接乘过去 加减 所以这边的信贷区间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两块 可是这个Landa 本身来说 是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的估计式就是X bar 所以我们把它 用X bar来取代 所以这个地方 左部分 左边的部分 这边是X bar 减掉Z 二分之α 乘上 这个很重要 这是X bar 这是 中间这是X bar X bar的估计式 那这边是X bar 加上Z 二分之α 再乘上根号 X bar 除以N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了以后 我们后面做这个波阿松分配的母体参数的 这个估计就简单了 那么这是台大财经的一个考题 这个题目说 现在有N个 这个抽样的 这个随机样本 抽自波阿松分母体 而且样本数是N 没错 这边是N个 现在我们X指的是所有的总和 那么X bar就是S除以N 那这就是X bar 没问题 现在题目问什么 写出S的精确分配 首先我们说 这个 这些都是抽自于波阿松 所以它都是波阿松 而且它的母体参数 其实 每一个都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说 假设原来的 波阿松的母体参数是烂打的话 这个S 是等于 Sigma XI 那么波阿松 波阿松分配的话呢 本身来说是具有可嘉性 什么可嘉呢 就是说 波阿松 它的话呢 原来的参数是烂打 加起来的话呢 它的母体参数就会加大 它有N个 那就是加 就是变成N烂打 所以这个地方精确分配是什么 它仍然是波阿松 它的参数是什么 原来是烂打 那这个参数就是N倍的烂打 那么现在我说了 第二题 当N很大的时候 求S的近似分配 S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说 当N很大的时候 合在一起 就会接近什么 Normal 它的母体参数 是N N的 那么 变异数呢 一样 波阿松 它有很重要的特性 它的 μ 它的μ 跟它的 σ平方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在前面 有证明过 这两个是 这就是我们的变异数 这是我们的 期望值 当Nanda 未知时 是为Xbar 建立 百分之 九十五的信赖区间 现在的话呢 它是要用的是 Xbar 来建立 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 那我就写出来好了 Xbar 这前面我们才用到的 左边是减掉 这是百分之九十五 各位同学 百分之九十五 你们要知道哦 Z的话呢 所谓百分之九十五的 Z二分之α是多少 同学应该很清楚 这边是正负一点九六 这边一定要知道 这是百分之九十五 在这里面 所以这边是减掉多少呢 一点九六 乘上 根号 这边是N 有几个N 他没有告诉我几个N 我就直接写N 这边是 Xbar Xbar 现在 多少就是多少 因为Landa不知道 我们就为Landa来去 做一个 信赖区间 Xbar 这边是加上 一点九六 乘上根号 N 分之Xbar 这就是我们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 最后一个题目问的什么 他说 我使用了统计学 这二跟三用了是什么 有名定理 这当然很清楚的知道 这叫做中央极限定理 就是Central Limit Theorem CLT 我们用的是中央极限定理 这个很有名的 如果说没有中央极限定理 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的做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波阿松分配的一个母体参数的 这个估计的一个方法 那么最重要的前提就是 样本数超过三十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是中央极限定理 我们套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那事实上来说 这个Sigma就是根号烂打 那么这个地方Mu也是烂打 所以基本上 它只是一个套用的一个方法而已 事实上我们还是没有脱离了 这叫做什么 常态分配的做法 那么事实上这个题目的话来说 直接兑换就可以了